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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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中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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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什么呢 有因编 那这个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那我们昨天不是说 一切法都是 或者是可以说 或者是可以说在我们的这种无中盛管的这个盛管的这个范畴 它的这个范围内 再不进一步地去观察的话 那就是有影有远什么都有 这个因果的规律都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叫做这个中观里面呢 这个叫做世俗底 实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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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俗底就是说在实俗当中 实俗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实俗的意思就是感官的范围叫做实俗 这时候呢 什么叫做实俗呢 什么叫做生意呢 生意底和实俗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无中盛管 以及我们无中盛管的这个对境 无中盛管的这个对境 这两个叫做实俗 这个范围当中的所有东西 就是没有超过我们的感官的范围之内的 所有东西都叫做实俗 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的 抹得着的 这些东西叫做实俗 那么这个后面为什么有一个地字呢 第一 就是震慑 真实的意思 真实的 就是说这些东西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车子 房子之类的东西 在我们的这个无中盛管的这个范围之内 最表面上根本不去观察的话 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真实的 都是很真实的 有因 有果 然后这个因果之间呢 有没有关系呢 也有关系 也有规律 所以就是因为有关系 有规律 所以就是中瓜才能够得瓜 不会得斗 这些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叫做世俗地 这叫做世俗地 但是这个世俗地当中 我们就要讲缘旗 这世俗地当中的所有东西都是有银 有缘 人都是从银缘而齐 从银缘而齐 齐就是有两种意思 这个齐有两种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从银缘当中产生的意思 比如说种子产生了它的国一样 产生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它虽然不是产生 但是相对的东西 相对的关带的东西 比如说坐和油 坐和油 商辖 长短 快满 这样子的堆里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呢 其中比如说因为有长 所以就是有段 因为有左 所以就有油 这个灌带的东西呢 其中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 我们所有人的观念当中 从来没有一个叫做上的这种 没有这种观念的话 那就不会有下的这个观念 从来就没有坐的这种观念的话 那有的观念也是不会有的 也是不会有的 坐和油 左手右手 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 柔体本身 坐油 不是这个身体的本身 是什么呢 我们的观念当中的坐和油 不是五指 是我们观念当中的这些坐油 这些都叫做灌带法 灌带法 那么这个灌带法呢 因为有了左 有就有了这个油 因为有了下就有了上 但是呢 我们并不能说 上从下当中产生 或者是下从上当中产生 坐从油当中产生 油从坐当中产生 不能这样子说 这个没有什么产生的东西了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 但是呢这种概念 这种概念性的这种抽象性的东西呢 都是灌带的 这也是一个气的意思 这个时候这个灌带的东西 比如说坐和油 坐和油的 油的愿 这个愿是什么呢 有的愿就是坐 坐 因为有了这个坐这个因 然后呢坐当中 油这个 起了油 产生了一种油的观念 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在的一种观念 这个跟它的俗心 就是我们的今生 今生的范畴 并不是物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今生 我们的观念当中的东西跟外面的东西 我们平时是混合在一起的 混合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混合的东西的话 那就我们根本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的 比如说我说这个佛乡 比如说我说这个佛乡是释迦牟尼佛的佛乡 那我自以为我在讲什么呢 我就在讲这个佛乡 然后听众呢大家也在想 我也就在讲这个佛乡 但是这个佛乡是没有办法讲的 怎么讲这佛乡它是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用我的语言讲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佛乡这两个字 比如说所有听得懂汉语的人 所有的这群人 然后佛乡这两个字跟这样子的佛的身体 就混在一起了 然后呢就只要在耳朵里面听了这两个字 佛乡这两个字的时候 立即心里面想的是这个东西了 立即就是这种 这样子以后我们可以沟通了 我们才可以沟通 所以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错觉 大家都觉得在讲这个佛乡 其实这个佛乡是没有办法讲的 只有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声音 可以听它的声音 但是我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讲它的 所以我们推理的所有的东西 比较隐笔的东西 我们去推理的时候呢 那我们实际上我在讲 我自以为我在研究某某东西 我在讲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这东西本身是一个隐笔的东西 我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讲什么 什么叫做讲呢 我的语言这个声波最多也就是接触到这个人的耳膜 然后震动 就是这个 这个也不是讲 这个也不是讲 如果这个震动的后面没有我的意识去分析的话 那根本就不知道在讲这个佛乡 所以我们比如说一个人 比如说动一个语言的人 比如说汉语 所有动汉语的人 就有这种 这个大家是共通的一个环觉 然后就听到这个佛像 然后不动不动汉语的人在旁边听 我就讲了这个佛像两个字 这声音他也听到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认为是这个佛像 他怎么不觉得我在说这个东西呢 那是他没有这种错觉 他是另外一种语言 所以这样子以后讲不出来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这些东西 我们没有研究过 但是隐秘里面呢 研究得非常透彻 实际上就是一种这样子的方式在讲这东西 这样子讲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佐和佑 佐和佑 那这个佐 佑 佐就是这个佑 让它产生的 圆就是佐 然后呢 佑是这个七 圆和七 佐就是圆 佑就是七 然后呢 从佐当中就产生了这个佑 但是我们平时 我刚才讲的这个混合在一起 佐佑是什么 佐守和佑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佑 佑神的这个佐和佑 其实不是 佑神的佐和佑本身是同时的 不可能佐守从佑守当中产生了 这个不可能的 佑守也不可能佐守当中产生了 这个佐和佑不可能 谁是谁的阴 谁是谁的缘 谁是谁的七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的观念当中 这个佐和佑是这样子的 观念当中都是这样子 这也叫做缘期 这也叫做缘期 这两种法则已经涵盖了我们的所有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规律 都是所有的物质范畴的东西 具体的东西都是有实质的 实际的具体的因和缘 比如说种子和国一样的关系 所有的除了物质以外 除了物质和精神以外 除了实际的东西 实际存在的东西 以外的这些抽象的东西 都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缘期 这叫做缘期 缘期这两个字的含义就是这样子 缘期这两个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内容 更深的内容 更深的内容是什么呢 缘期和空心 实际上这两个字是一个意思了 也就是说凡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东西 都是空心的 都是不成立的 都是虚幻的 可以这么说 都是虚幻的 最后我们要去学这个 这个怎么样去学呢 这个怎么样去说呢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怎么样去知道 凡是有缘有缘 就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东西 凡是这样子的东西 都是没有实质性的 都是不实有的 不成立的 都是虚幻的 都是虚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证明呢 这个非常重要了 这叫做缘期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去思考一下 平时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梦了以后 无论是梦里面看到的再真实 再怎么样也好 这个梦对我再有影响也好 我们醒过来了以后 我们会否定它 那为什么否定呢 我们凭什么说它是不存在的吗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我们当然所有人都说梦是不存在的 我们会否定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 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否定它呢 我们凭什么 以什么证据在否定它呢 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没有去研究 我是我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在否定 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为什么 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否定它 没有去研究 但是呢佛经里面讲了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所有存在的东西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 所有存在的东西 存在的形式是什么样呢 就是一个它需要有来处这个物质 比如说这佛像 我们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实体 石油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第一个它有来处 它是一个佛像的制造厂当中生产的 这样子它就是有来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它现在我们也看得见摸得着 所以它现在是存在的 然后第二第三 第三它是有去处的 比如说我们磕浆完了以后呢 这个佛像它虽然没有在这个桌子上 但是呢这佛像并不是没有了 这佛像已经拿到别的地方 放到佛堂里面了 这样子这个佛像就去佛堂里面了 这个佛像没有在这个之前从佛堂里面拿来的 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它又回到这个佛堂里面去 那这样呢它就有奈处 有驱处 有竹 就有这三个 那这就是说明这个物质的存在 物质的存在 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 都是因为有这三个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真实的 这个东西昨天也在 今天也在 明天它也会在的 或者是一个人 我虽然不认识它 但是呢这个人是从某一个地方来到这里 然后呢在这里停留两三天 然后它又会去另外一个地上 因为有来处有取处有足处 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东西 真实的东西 然后呢蒙 虽然是我们做蒙的时候呢 它也是非常的真实的 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 无论是从我们的感觉上也好 或者是理论上也好 要去辨别这个蒙和现实生活的正价 是完全是分不出来的 从当时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分不出来的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蒙不存在呢 第一个蒙在我们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蒙经 这些现象它没有赖出 它没有赖出 只是睡着了以后就蒙见了这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一个赖出 那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它并不是从某一个地方赖到我做蒙的这个地方 第一个它没有赖出 然后呢第二个呢它没有去除 当我从蒙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都消失了 无因无种 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去除 它并不是我醒过来了以后 我离开了这个蒙经以后呢 那个蒙经还去了什么其他的地方 它并不是这样子的 它就没有去除 它没有赖出 它没有去除都没有 所以我们认为蒙经是不存在的 是不是这样子大家要思考一下 要思考一下 这个是佛经里面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这个蒙是不 我们认为它 我们一直都在否定它 我以什么样的证据否定它的呢 我凭什么否定它呢 诸位回去了以后呢一定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我凭什么说这个不存在 现实生活我当下感觉到的这一切梦里面也有的 梦里面亲人死了我也会痛哭的 然后呢梦里面发财了我一样也会高兴的 有些时候梦里面呢 亲人死去了然后又复活了我也会一样的高兴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是做梦的当下 跟我们现实生活完全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梦里面我们吃饭了也可以填饱肚子 梦里面穿衣服也可以保暖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否定这些东西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除了刚才这两个原因以外 我们就恐怕就找不到其他的原因了 因为它取的时候呢它没有取出 它就消失了 它消失了 它无因无种了 所以我认定它是许的 它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我梦到一个大象 这大象我的窝室 你们怎么可能有大象呢 这大象从哪里来呢 不可能 门都是关得死死的 不可能进来 然后我心过来了以后呢 立即就看不见了 它也没有出去 但是当下就是有这个大象 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完全是一样 但是因为它没有来处去处 所以我认定 所以我推翻这个当下是存在的 推翻我当下是存在的 从当下的这个就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推翻的 没有办法推翻 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 梦里面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就会说 刚才说的那样 梦里面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会出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不可能 比如说人死了又复活了 或者是死了已经十多年的人 我梦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了等等 就是有一些不可能的这些现象 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东西是我们站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角度去说 什么是可能 什么是不可能 是这样子 从梦经他自己的角度来说 这是可能的呀 现实生活当中没有 但是他这个境界当 他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啊 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人死了 但是梦里面的这个人还没有死我看见了 到底死了这个是真的还是没有是真的 这个是分不清楚的 从当下的角度来说完全是没有办法的 只有这种方法去推翻 因为没有来出 没有去出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 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 有没有去出 有没有来出 那就可以推翻吗 那就可以推翻他的存在吗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像魔术石 魔术石 魔术石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我们的实觉上的很多的这个幻觉 很多的幻觉 比如说就是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立即就变出一个飞机 变出一个飞机或者是一栋楼这样子 然后这个一栋楼又立即就不存在 它就是在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否定这一栋楼的存在 或者是它的真实性 那为什么呢 就我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这个楼是没有来出 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去见过这个楼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楼灰了一个或者是不存在的时候 连一个飞墟都看不见 所以它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肯定是这样 其他没有办法没有别的理由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可以推翻的话 那我们回来在现实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没有它的来处 没有它的去处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炫火轮 炫火轮 我们一百个人 每一个人的手里 那一直想把箱点燃 然后呢 大家这个 告诉的去宣传 然后就五十米以外的人去看 这个就是看不出 看不出来这个每一根箱 看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球 一个火球 那听下来的时候呢 这火球就不存在了 火球不存在 然后就只有一个一根一根的箱 但是它没有一个火球 那刚才这个火球是怎么产生的呢 火球它没有来出 原来是这些箱 它不是一个环性的 这个环性是从哪里来呢 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一个环性的东西呢 没有一个环性的东西 原来都是一根箱 电燃的箱 没有环性的东西 环性的东西它没有来出 环性的东西给我看的时候呢 真是看见了 但是呢 这个旋转这个速度 云动一停下来的时候呢 然后环性的东西呢 它也就不存在了 它也就没有去处了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电燃的箱是存在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是存在的 然后选活轮是不存在的 那这两个之间呢 什么差别呢 为什么说这个存在 那个不存在呢 因为这个箱呢 它有来出有取出 现在也是存在的 那这个环性的东西呢 没有来出 没有一个环性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地方 遇到这个地方 这是旋转的时候产生了 然后停下来以后 消失了 它也没有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环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这个活是存在的 那这时候呢 如果这种推理的方式 真的是存在 真的是一个准确的方法的话 那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栋楼 也是这个玄火轮 但是它不是火 它就不是火 它就是钢金碎利当的这个 这个分子呀 圆子呀 这些东西 它跟这个在宏观当中 它跟火有点不一样 但是它也在旋转 完全是一样 这两个因为这个玄火轮呢 以我们的肉眼也可以看到 它停止了以后呢 它就消失了 旋转的时候就产生了 所以我们的燕金可以判断 它是一个这样子无中生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它不存在 那每一个分子 每一个原子这样子的 非常非常小的粒子 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这是因为 那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真实的呢 这个炫火轮上面的这个理由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在这个分子 院子上呢 因为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见 所以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是一个固体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存在的 但是它也是 这个道理是完全是不存在的 昨天我们讲 如果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点子都不运动了 都如果能停下来 架势都能够停下来的话 那我们昨天讲 这个比如说二十层楼的一栋楼 有可能就像一个火柴巷子那么大 但是呢 现在呢 朝鲜利润 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它在说什么呢 念这个像火柴巷子这么小的 它也是不存在了 它也不是一个固体的东西 它也是一种幻觉 一种幻觉 一位这个仙 震动的时候呢 因为震动的末世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的不仅是肉眼 这个电子纤维镜 过去的纤维镜下面呢 也就是像一个点壮的粒子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它不是点壮的粒子 它也就是高速运动的一个弦 然后呢 现在如果能够更好的纤维镜 如果把能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基本的粒子 如果再能够放大的话 那么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固体的 它根本这个里面 根本没有一个点壮的粒子 它也是一根线的不同的震动 那震动是什么呢 震动就是我们的幻觉 比如说我们的手 震动很快 或者是任何一个物质 震动很快的时候呢 我们的眼睛呢 就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传练的东西 实际上就不是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炫火轮也是这样子 炫火轮也是因为它的速度快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每一个坐标上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两点 因为我们的肉眼这个高速度的我们不能分别 然后就看成一个线 这个线然后呢就变成了圆圈了 变成一个欢形的东西 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自己的眼睛看到了 这个是无中生有了 最后听下来了也没有了 然后我就承认这个是虚幻的 然后我自己的眼睛没有看到的东西呢 我认为是真实的 那这个我们上档了 上什么档 就是上了这个舌觉的这个错觉的档 它舌觉不仅是我们的肉眼 一般的这个纤维镜也是这样 纤维镜下面呢 下面呢也就是看到的什么 就是一个点状的例子一样 但是呢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了 那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虚幻 如果这个炫火轮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成立它是幻觉的话 那就所有东西已经成立了 已经成立了 整个物质都是虚幻了 为什么呢 一样的道理 大前提和小前提 新式逻辑也是这个意思 大前提就是你这个 这一个问题上面呢 你把这个东西承认了以后呢 然后在效范围上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炫火轮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都是我们肯定它是幻觉 因为它是高速运动产生的错觉 凡是高速运动产生的错觉 都是这个幻觉 这个叫大前提 我们把全部都是否定了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小前提下面 比如说佛像 那这佛像是什么呢 佛像也是高速运动产生的幻觉 那么大前提这个小前提上也已经有了 那我现在要承认呢 为什么不承认呢 如果不承认这就不讲道理了 不讲道理 刚才这个大范围当中 我说梵式 用梵式这两个字 我说梵式高速运动而产生的这种错觉 都是不成立的 梵式就是大范围啊 所有的东西 这里面没有什么分别的 没有什么分类的 我说梵式这样子的东西都是 我就是承认了 那这个叫做大前提 大前提 梵式高速运动的 这个产生的这种 这种实觉上的这种错觉 都是虚幻的 这我就承认了 那承认了就好 那我们再来这个小前提 小前提就是我们的前面放一个鳄卵石 鳄卵石 那么鳄卵石上面的这个石头的这个分子 院子 然后呢都是刚才跟这个 这个幻觉这个这个旋活轮的道理 完全是一样 只不过旋活轮是我眼睛看到了 这个电子的是我眼睛看不到 但是纤维镜能够看得到 那这样子 难道我看不到就 能够我看不到就可以收定吗 这个不可能吧 这个我们宗的不能这样子说 凡是我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在我的思觉当中 显得真实的都是真实 不能这样子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一个魔术神 把比如说这个魔术是德威 他把一个像一个百宫一样的楼方 或者是飞机 也就是立即消失了 我们看不见了 然后从消失当中 又大家能够看得见 那这个我们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不成立了 这也就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凡是缓绝的 这个实觉的 这个实觉的这些幻觉呢 实觉产生的这些幻觉 我们要否定 没有办法承认了 如果要承认的话 我刚刚说的 比如说一个楼方 立即看不见了 然后又看见了 一个飞机看不见了 又看见了 那这个也是真实的 但是这个不是真实 这是实觉的这个错觉 比如说魔术说 德威他穿过长城 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穿过长城 这是我们的错觉 类似的很多魔术 古代印度的这些魔术呢 也就更厉害了 比如说他念一个轴 念一个轴这个手表 立即就变成一个大响 变成一头大响 然后呢他念一个轴 然后呢又立即就变成手表了 如果我们的幻觉能看得见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实觉没有办法辨认 它是错觉的 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话 那这些都是真实了 比如说这个手表变成大响的时候呢 那我如果没有我的第六意识的判断的话 我的实觉是没有办法变成它的真假 就跟一个真正的火的大响一样 它可以走炉 它可以吃东西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视觉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实觉不能否定的都是真实的话 那这些都统统都变成真实的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说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刚才这种旋和轮 我们分子远 远子电子上的这个高速运动的 产生的这个旋和轮一样的东西呢 是我们的肉也没看见 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大前提上这样子承认了以后呢 那就是小前提上 我们这个恶乱世上 那我得只有承认了 只有承认 我看到的这个恶乱是假象虚幻不真实的 我只能这样子承认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承认 那大前提上面我全部都承认了 小前提的时候我不承认的话 那这个就是很野蛮的 不讲道理的 不讲道理的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立心的思维了 如果承认的话 那就恶乱世跟这个炫火论的两个呢 完全是一样 没有什么真假的区别了 那我们的现实生活 不就不一直都认为这个有差别吗 是啊 这个是我们的干官 昨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讲过了 有些时候我们的意识也就被干职欺骗了 有些时候我们的意识它是立直 干官它是干职 有些时候干职是准确的 立直是不准确的 这个哲学里面就是说 这个立直比干职高一个级别 然后呢 英明里面呢 我们的英明里面呢 将立直 这个立直呢 比干职查 干职比立直高一个级别 各有各的道理 为什么呢 干职为什么呢 因为干职呢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曼茶罗 是什么样的形状 什么样的颜色 干职我的舌觉 直接去感受到 这个中间没有任何东西的隔阂 直接感受到 那立直呢 它没有 它要看我 它要靠我的干职 干职 告诉我的立直 然后我认为 这个是曼茶罗 这个是曼茶罗 它是没有 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我的立直啊 立直它从来看不到这个曼茶罗 这是我舌觉看见了 然后告诉它 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呢我就说 哦 这个是曼茶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呢 一直都在这个曼茶罗 对这个汉语来说也是一个外来词 对藏语来说也是一个外来词 但是呢 学佛的人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名词 所有学佛的无论汉族藏族 大家都知道曼茶罗 曼陀罗或者是曼陀罗 这就是曼陀罗 这样子形状的东西是曼陀罗 然后我的意识 然后就判断 确定它是曼陀罗 但是它是通过干职的 他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 所以呢 他要考干职 他自己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在音名里面呢讲 干职比这个立直直解 但是呢干职它是没有这个思维的能力啊 所以理直他就可以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说 理直就超过了这个干职 都有这个哲学和佛教的音名里面呢 讲的各有道理 这个都是一样的 从哪一个角度讲 都说的过去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干官 干职 因为高速的运动 因为我们的这个 眼球死亡膜 它就不能辨别这样子的东西 高速运动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颠壮的 或者是一个固体的东西了 实际上不是任何一个东西 转的速度快了以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固体的东西 这速度慢慢慢慢降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就看到它原来不是一个固体 比如说就像风扇这样子的东西 转快了以后呢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风扇转的速度超快的时候 看到一个固体的东西 这是错觉 这个叫做错觉 因为这风扇上面没有一个这样子的 缓心的固体的东西 所以这是错觉 那如果这个我们能够说是错觉的话 那这个无知 恶乱也是错觉 为什么 未观世界当中啊 或者是实际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存在 没有这样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缓觉 缓觉从哪里产生呢 因缘 因缘 缘气 缘气 这叫做缘气 所以佛教里面讲缘气信孔 这四个字是分不开的 缘气信孔 缘气等于是心孔 心孔等于是缘气 这两个字分不开的 所以色不依孔 孔不以色 这就是缘气和心孔的意思 缘气就是心孔 所以叫做舌不以孔 信孔离不开缘气 信孔就是缘气 所以孔不以色 这样子 这样子思维了以后呢 我们真正知道了 这现实生活当中所有东西原来都是幻觉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幻觉当中生活 我们适应了我们的这个感官 它已经非常适应这个幻觉了 如果它再敏感的话 那就是没有办法生活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很车顿 很愚蠢 人它把这样子的高速运动的东西都看成一个固体的东西 然后呢 人就可以安心地可以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所有东西都是高速运动这样子 都像一个我们的眼睛 就像一个纤维镜一样 看的都是这样 那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所以我们这么愚蠢的人 要安心地这样子的虚幻的世界当中生存的话 那外面的虚幻的东西和我们的感官 这两个是配套的 配套的 这个要适应 一点点不适应的时候就出漏洞了 出漏洞 出漏洞什么漏洞呢 就是说释迦牟女佛的一个弟子 他有天眼的 然后呢 他的天眼观察水的时候 当时释迦牟女佛在世的时候 在印度僧团当中去水的时候 这个水的观察特别特别的强调 因为印度每一个地方的气温很高 这个水是非常非常不干净的 所以这里面呢 卫生物啊还有小的虫子特别的多 所以出家人呢 就是不能伤害众生的 所以他要自己的观察 然后这个人就是用天眼去观察了 天眼去观察了以后呢 就根本没有办法什么是干净的水 什么是不干净 全部都是卫生物 全部都是小虫子了 这样子以后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水喝下去了 然后他轻叫佛陀怎么办 那佛陀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 你不要用天眼去观察 天眼观察当然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普通人的眼睛也就是像天眼一样 或者是像电子纤维镜一样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变成神经病的人了 没有办法安心的生活了 所以我们的干观就他就这么彻盾的话 他才能够这个虚幻世界当中很安心的生活 他认为都是真实的非常坚定的很真实的 这个固体永远都不变的 然后他自己呢不知道这个衣食呀 我们的衣食我们所谓的这个力质 其实它没有什么理性的东西 但是呢它的所谓的力都是来自于这些干观 干观都是错误的 都是本质上就生下来的时候都错了 生下来的时候一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看到的都是错误 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个叫做理性 理直 所以我的干观和这个幻觉两个配套 适合适应那就变成合法了 这个合理了 如果我们的干观再侧顿一点的话 再侧顿一点的话 那这个告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炫火轮肯定会合理的了 变成合理的 我们的干观再侧顿一点点的话 这个炫火轮它也变成实体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说炫火轮是不存在的 那所有人都站起来说怎么可能炫火轮不存在 不是我们的眼睛明明看到它不就存在吗 都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唯一的逻辑啊 我们自以为是很了不起来 我没有看见就可以否定 其实我们没有看见否定的话 那实际上就已经在否定自己了 已经在否定全部了 无心当中就已经否定全部东西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前提当中 我们这个承认了以后呢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消前提的范围当中也要承认了 最后就我们只有自己否定我的感官 那这个就是这叫做逻辑 推理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简单的说 我想大前提小前提我想可能多数的人 可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隐秘的这些推理方法名词也不一样 推理的方法呢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呢精密度不一样精确度不一样 精确度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也许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不需要讲这么多的复杂的东西 反正刚才我们这种情况当中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 如果我们的这个感官 如果再精确度再高一点的话 那就不但是可以否定这个炫火轮 而且我们把身边的这些物质 这些精致的东西全部可以否定了 我不需要去思维 用我的容颜就可以否定了 这里面没有一个精致的东西 全部都是云动的 如果有人说这里这物质恶乱是佛像是精致的 那这个是违背这个佛经里面叫做限量 限量就是情自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违背我们的感知 违背感知就是这样子 如果再欲顿一点 再持顿的话 那就炫火轮也就变成食物了 如果精确度再高一点的话 那就我们看到的这些楼房 饿卵石 这些东西都变成假象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感官 这个精确度又不高又不低 真合适这个世界 真好跟这个世界是两个非常的适应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觉得这个无知世界是真实的东西 我们这样子永远这一辈子下一辈子 然后永远都是这样子轮回的 从来都不会有怀疑我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 那么这两个这么适应的东西 谁去制造 谁去设计的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上帝设计的 因为有了上帝 上帝精确地去思考了很长时间 然后人类的感官应该是一个 它的精确度不高不低 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 这个是人 这个是华 这样子 如果它的精确度再高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人的身体也就是略外透明的东西 然后看到了每一个院子的空间 每一个院子中间有非常大的空间 如果这个都看得出来的话 那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那就是根本没有这个精密度 略外透明 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了 这样子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生火了 没有办法生火 但是这是一个 然后达尔文的精华论就说 这个就是因为环境 为了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有许多人的人类或者是动物 慢慢慢慢地精华 它们的身体 为什么是这样子各种各样的呢 因为适应它们的环境 但是这个也是比如说 非洲 草原上 就这个长金颅和石子 都在一个环境当中 那这个长金颅它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金 然后石子就不需要了呢 它不就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吗 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 也说不过去 佛教就说 佛教就说这是什么呢 这是自己的欲望 有些人就是喜欢脖子长一点 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很漂亮的 这个非洲有一个部落有一个民族是这样子 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脖子长了 就长脖子的就觉得很漂亮 那就是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就是阿赖耶士上面种下了这个种子 然后他在下意识当中没有机会去做人的话 那就因为他的这个愚望的这个力量 这也是一种引法力 然后他下意识变成这个场景的动物 这个是佛教的解释的方法 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上帝的舍迹 幻境的施营 然后就是欲望 这三种不同的解释 但是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都不重要了 主要这些都是幻觉 我们今天讲这些都是幻觉 那这些幻觉的元气怎么讲呢 告诉的运动是他们的缘 他们的缘是告诉运动 然后气是什么呢 这个告诉运动当中气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产生了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产生了这个欢心的东西 欢心的东西 然后欢心的东西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也不会堪称是房子呀 这个恶乱石呀 不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呢 欢心的东西躲了以后呢 一大堆的欢心的东西 然后就堆积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个房的东西 房子 远的东西 恶乱石 鸡栅 等等 砖头 就变成这些东西 实际上这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非常简单 用这种方法去推理的话 这里面根本不需要任何教条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但是呢 没有人知道 释迦牟尼佛就发明了 但是这个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 释迦牟尼佛发现了 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发现了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方法用到什么上面 用到这个修行上面 然后呢用来这个推翻 作为一个推翻烦恼的一种方法 推翻执着的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让众生解脱 让众生解脱 然后呢 科学当中呢 也发现了这些东西 但是呢 没有考虑到这些 更多的就是去研究这个每一个电子 然后就是原子核等等的 爆炸了以后呢 它释放出来的能量 然后去制造原子弹 核武器这样子的东西 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同样的一块黄金 同样的一块黄金 两个不同的人去看 它的价值观是不一样 一个是一个上人 另外一个是一个医生 他们两个去看一块黄金的时候呢 上人呢 他要去考虑他的价格 最近黄金的这个价格 张还是跌 这个买了以后以后会不会赚钱 他就会考虑这个问题 那医生呢 黄金也可以制药的 然后呢 他就去考虑这个黄金的 这个药用的价值 这个用到这个医学上 然后呢 他能够治什么样的病 他就会考虑这个 但是呢 实际上他们两个都看到了这个黄金 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也就可以证明这个是幻想 从佛法的角度来说 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呢 利用的 云用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我们佛法里面呢 主要是用到解脱道 用到解脱道 就推翻自己的这个观点 推翻自己的这个 推翻自己的这种执着 推翻自己的执着 推翻自己的愚昧 然后呢 证悟空信 证悟空信以后 然后去度化终生 让所有的这个 让所有的这个 就是已经在这个迷茫的 迷茫当中的这些人 从这个迷茫当中熟醒过来 佛教就用到这个上面 那科学就用到另外的方面了 用法不一样 运用的方法不一样 用处不一样 但是呢 两个都可以很 两个都可以证明 所以这个缘起是非常有用的 所有的缘起 凡是缘起的东西 它都是 都是 心空的 心就是它的本心 本质 就是没有本质 本质是空的 就是这个意思 缘起 心空 那我们刚刚说了 所有的 没有赖出的 没有去出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 确定它是幻觉 这个也是从 新式逻辑角度讲 首先我们怎么说 从大前提的角度说 凡是没有赖出的 没有去出的 只有一个断暂的这种现象 只有一种断暂的现象 然后没有赖出 没有去出的 这一类的东西 都是幻觉 都是幻觉 这样子以后呢 大前提 大范围当中 我们已经确定了 没有赖出 也没有去出 只是一个断暂的 这种形象 没有赖出去出的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确定了 这是幻觉 那好 这样子我们现在是效仿 这个效仙体当中 那我们现在 我们前面的这个恶乱是 它是分子组成的 分子是原子组成的 原子是点子之类的组成的 那么它的所有的点子 每一个点子 它高速运动的这种幻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高速运动产生的这种幻觉 那么这个幻觉 如果所有的点子 立即停下来的话 那就这个幻觉 立即就会停止了 那它有没有去出呢 它没有去出了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 它没有去出了 然后呢 由这些所有东西 由开始运动的话 然后又变成了一种 欢心的东西 又变成一种恶乱式 在我们眼里又变成了一种恶乱式 这个时候呢 它又产生了一个恶乱式 那这个恶乱式 它有没有来出呢 它没有来出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玄火轮完全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既然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刚才不就是已经 这样子的东西呢 都是幻觉 不就是我自己承认的吗 是我自己主动承认的 不是没有人被迫我们承认这一点 这是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 我承认的 那既然我们这样承认 那为什么这个上面不承认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恶乱式上面也要承认了 这承认的话 那就不就是一切都 恶乱式都是假的 那就是所有东西都一样的了 比如说砖头啊 也是这样子的东西啊 钢琴也是啊 水泥也是啊 玻璃也是啊 那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呢 都不是真实的 但是如果说 这些东西虽然都是假的 但是呢 对我的生活当中 这都是真的 我就足够了 我满足了 那就好了 就不需要观察了 我们就这样子活下去 这个我们从务事以来 根本就没办法 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是从无事 根本不是什么 几亿年啊 几万亿年 几亿亿年 这样子活下来的 那就以后也就这样子活下去就够了 根本就不需要学这些东西 如果再不想这样子迷茫的话 再不想迷茫 再不想接受这个感官的欺骗的话 那就去思维 推翻 推翻了以后去训练 训练了以后呢 然后正无空性的这种境界慢慢地增长了以后呢 最后我们可以彻底地可以推翻这个执着 执着推翻了以后呢 然后在执着上面建立在执着上的所有的烦恼也全部就会崩溃的 最后就解脱了 这叫做解脱啊 解脱不是深化故事 解脱就是一个人的一种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人 通过训练 把我们的一个这么有执着 有武明这样子的衣食 最后慢慢慢慢训练 训练他的所有的武明 他的愚蠢的密茫的东西全部过滤掉 最后呢剩下了一个非常纯洁的这个衣食 这个叫做佛的智慧 这个叫做佛心如来脏 这样子 这叫做解脱 解脱根本一点都不生命 一点都不生命 就是从来都不去学习 不搭着不学习 永远都站在这个外面 然后就评价佛教又怎么样了 佛教又消极了 深化了 这样子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自己没有去研究 自己没有去了解 这些都是门外汉锁的话 根本就不够专业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自己去了解 然后修行 这样子就最后非常容易了 我们现在我觉得 我们今天在座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明白了 原来我们真的是虚幻了 但是虚幻不等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虚幻了 现实生活当中它显得非常的真实 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显得非常的真实 不就是真实了吗 不是这个 现实生活我们的感官当中是真实的 但是纤维镜下面就不真实了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感官再好一点点的话 那它也不真实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去推理 这个时候感官是不起作用了 感知它分辨不出来 这个时候离职它起到作用了 它就证明感知 但是实觉上看到的这个实觉是错觉 它就证明这一点了 然后它自己就不跟着这个感知走 然后它自己建立了一个醒的实觉观 这个叫做佛教中观的实觉观 虚幻的实觉观 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 这就是萌幻抛音一般的这个实觉 这个时候它就明白 但是燕经这个视觉它还是很愚蠢的 它还是看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但是从此以后我的意识再也不相信 再也不相信我的感知了 然后感知和立志在这个之前 它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 但是从此以后就分手了各走各的 然后感知只能 除非是我们换了一个身体 都是一样的 它看到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立志它有醒的观点 然后它就开始走向解脱了 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学佛时候走向解脱的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感官的直觉 这叫做缘期 今天我们的缘期就讲到这里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 但是这个大前提小前提 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用了一下 但是以后还是要学赢明 盈明的精确度精密度相当的高 所以我想这个大前提只不过简单的 就减少一下推理的方式还可以 但是我想这个上面还有很多漏洞 这样的推理就会出问题的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用 然后大家进一步 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学英明 英明是一个非常好的逻辑 我想它已经超越了哲学 西方的逻辑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逻辑里面 它没有像佛讲的这么多的智慧的东西 它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干关的层面上 如果跟干关的平起平着的话 它没有办法推翻干关的结论 没有办法推翻干支的结论 所以它一定要超过干支 超过干支以后 它才可以推翻干关的结论 所以如果我们不推翻干关的结论 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永远都是 学佛也就是佛祖保佑我们健康长寿 就是只有这样子了 所以大家好好学习 这学习是非常有用的 今天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元七吟 简单地介绍 如果大家应该进一步地去学中观 那中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穿一下 大圆满的前行 普贤上是燕窖的衣柜 这衣柜有两种衣柜 一个就是开线解脱到比较简单的 方便的 另外一个是一个直辈光 尊质的一个笛子 钻鞋的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很圆满的 比较长 然后这个前面也有 就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瑜伽池 也在这个衣柜 也在这个前面 这个给大家穿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人也在修家信 我刚刚介绍的这种观点 如果我们用到解脱上面 这个叫做佛教 变成佛教 如果仅仅根本不秀 就是当一种文化 当一种哲学来探讨 这叫做佛学 这个时候不是佛教了 佛学或者是佛教文化 那我们不要把佛教 纯粹是当作一种文化 当然它是文化 但是我们把这个佛法 涌到修行当中去修 那修的时候 就是从外加行 从人生难得开始修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不但是要学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要修 那我们就因为很多人也在修 所以我穿一下这个仪柜 这个仪柜传了以后 大家如果没有机会去听的话 那就我们可以听光盘 这个看书 然后就是看这个网上的这个食品 然后修心 修法 方法 大家明白了以后 自己就可以修了 但是像内加行的金刚萨埵的修法 还有上师瑜伽的修法 这个是需要关钉 在这个之前的 像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还有皈依 发心 发菩提心 还有这些呢 我们有了传承以后 大家都可以修了 所以这传承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这些传承 我们德国的这些传承 还有就是这个关钉 还有听过的法 每个都要记录下来 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小的笔记本 然后听过的法 然后传承 关钉所有的名字 名称要记下来 然后人死的时候跟尸体一起火化 或者是跟尸体一起买了 这样子的话 一食 粮食当中 光是这个力量 通过这个加持 也就不会夺到恶趣 不会夺地狱 恶鬼 出生 都是很有用的 大家都要记下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以后我们修行的时候 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传承 如果没有记的话 就有没有传承不清楚 所以也要记下来 今天我们的这个课 这次的课都讲完了 希望大家好好修行 尽快地把这个吴家兴修完 然后去受一个表准的关钉 关钉之前 这个灰灯之光靶 第八的灰灯之光里面 有一个是专门讲 怎么样去接受关钉 这个我们去年 深圳这个地方都讲过了 然后后来我就补充了一些 后来就在这个补充以后 现在《回灯之光八》里面有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 然后也就听一下这个光盘 听完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受这个关钉 受一个标准的关钉 然后大家尽快把吴家兴兴玩 如果想学米的话 那就要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 一个就是吴家兴修完了 然后有了标准的这个关钉 这样子以后 以后我们就可以穿一些 密法里面的一些 像生气之地的 本准的修法 就可以穿一些这样子的修法 但是你们不修家兴 有没有关钉这样子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讲 讲了也是不如法的 讲也不允许讲 听也不允许听 听了也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要努力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文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